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炸萝卜丸子到底用淀粉还是面粉? 许多人都搞不清楚 今天就把我师傅炸了30多年丸子的经验分享出来 吃起来金黄酥脆,就算是放凉了也不回软 喜欢的朋友跟我一起做起来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绿萝卜 然后切去萝卜的头和尾 再来准备一个擦丝器 将萝卜擦成细丝 如果刀工比较好的朋友 也可以用刀切成细丝 现在正是萝卜大量上市的季节 它营养非常丰富,我们可以多吃一些 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 接下来再准备一根去皮的胡萝卜 同样用刮丝器给它刮成细丝 加上一点胡萝卜 不仅颜色好看,而且营养也更加丰富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一盆萝卜丝给它焯一下水 锅中的水提前烧开 然后把萝卜丝全部放进来 给萝卜焯水主要有两个好处 一是可以去除萝卜中的辛辣味 二是让萝卜变软 给它焯水20秒左右就可以 然后将萝卜控水捞出 放到准备好的凉水盆中 给它锅一下凉水 这样也好方便下一步的操作 然后下手抓起一把萝卜丝 用力挤干里面的水分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你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 全部挤干水分后 再放到案板上给它切碎一点 接着再给它剁一剁 剁得更碎一点 全部剁好之后 放入大盆里面 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切成姜末 接着再准备两根小葱 切成葱花 切点葱花和姜末 炸出来的丸子会更加好吃 切好之后和萝卜碎放在一起 然后再往里面打入三根母鸡蛋 开始调味 加入两勺食盐 再加入多一些的13香 然后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把所有食材和调料 搅拌至融合在一起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两勺面粉 面粉也要少量多次地加入 接着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把面粉都能吃进萝卜碎里面 搅匀后再加入一勺面粉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一直搅拌成比较粘稠的面糊 像这样能挤出一个丸子的形状就可以 最后再倒入少量的食用油 加点食用油 可以使炸出来的丸子更蓬松 搅匀后下面开始油炸 先往锅里倒入多一些食用油 把油温烧至七成热 用筷子试一下周围冒密集的小气泡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开始挤丸子 先用虎口处多挤压几次 然后用勺子把它取下来 接着再把挤好的萝卜丸子 一个一个地下入锅中 挤丸子的时候稍微挤得松一些 这样炸出来的丸子才会更蓬松 而且外酥里能非常好吃 等到丸子炸至定型后 再用漏勺轻轻翻动 这里记得全程开大火炸至 如果火小了 它就容易吸油 而且炸出来还软趴趴的 一点都不好吃 在炸至的过程中要轻翻动 让丸子受热更加均匀 炸至丸子表皮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控油捞出来了 先放入盘中 为了口感更加酥脆 咱们还要复炸一次 把锅中的油温升高 然后下入刚炸好的萝卜丸子 复炸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复炸一遍主要是让它的外皮更加酥脆 大概炸20秒左右就可以 炸至像这样金黄酥脆 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把它装入盘中 听一下这个声音就非常的酥脆 这样一盘非常好吃的炸萝卜丸子就做好了 炸好的丸子颜色金黄酥脆 看着就非常诱人 吃上一口外酥里嫩 特别的香 一出锅我家孩子就吃了十几个 真的太香了 如果您也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